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5月6日 今天来谈谈中美贸易战 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战现在又发生了变速 正在人们期待刘鹤 据说要带领100多人到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 也就是接近双方打成协议的关键时刻 老川普又使出一招 变速 我们从网络消息看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6号 在他的推特当中 表示 也就是从周五开始 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数美商品征收10%的关税 将上调到25% 这有点出乎一些人的意料此外 原本要降税或者是免税 结果现在谈了十轮 接近胜利的时候 突然间出这么一个事情 川普还表示了另外的3250亿美元的 目前未征税的中国商品 不久也将被征收25%的关税 所以受这个消息的影响 我看到今天打开电视 网络 这个各个股市都是爱护一片 这个A股三大股指全线大幅低开 所以网络的消息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可以从这个媒体上去看 我看到方方明明都发生了一些 这个发表了一些评论 好多这个专家都发表了一些高论 但是我认为 最值得重视 就是耿爽今天 这个代表外交部 发这条消息 也就是说这个刘鹤带领这个团队 虽然有这个消息 但正在准备出发 也就是说呢 现在中方好像给我感觉 这个整体这个走向 还是要继续谈 虽然可能中南海内部高层角色层 肯定有不同的一届 双方争吵不休 但是对中国来讲 对整个世界观察家来讲 老川普这一招也就是惯忌 因为老川普不仅是一个强势的政治领导人 而且是一个精明的企业老板 企业老板在谈判的时候 和自己的贸易伙伴 这个字件就是这样 软硬结实 上下棋手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再这样 为什么他要再赶在这个节骨眼上 忽然间 搞这么一个推特 就是为了增加下一步谈判的筹码 那么刘鹤马上就要来了 刘鹤这会儿真是 这个非常给予要达成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不仅是中美双方的问题 还有一个党内各个派系 对这个刘鹤的挤压 我们知道习近平非常重视刘鹤的 过去两个人在一个小胡同里 提出就是发小 那么实际上他现在搞这个工作 就取代了李克强那个角色了 那自然刘鹤鹤好好表现表现 那么李克强所代表的中共党内另一个派系 这个心情已经是相当的复杂 那当然从国家的角度来讲 他也希望达成这个协议 但是从这个派系动身角度 他们可能也想看刘鹤的笑话 就让你看看你推荐这个人 根本不行 但是现在看来刘鹤是不撞 难抢不回头 这会儿我估计 中国和美国自己还是要贪 不会不贪 因为这个机会在失去了以后 那就麻烦了 因为一些外企在中国 成本就太高了 可能有一些就要转移到 东南亚其他国家了 那自然而然就业的市场 那可能就萧条了 那自然而然经济进一步下滑 就可能导致维稳经费的缺乏 那么共产党这种统治 就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说这一次这个中美贸易战 我认为到了现在的关键点 要是进入了一个高潮 那下一步我相信 他们自己还是要贪 至于说最后 这个中国是要在哪些方面 这个要进行这个妥协 这个只有谈判这些参与这些人 才能知道这些核心的秘密 我们现在外界所知道的消息 都不过是双方通过媒体 释放起来 他释放出来 他们希望我们知道的 也并非全部 这就像平常你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人 和你讲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每一个人都 这个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都希望 就把这个有利于自己的信息 告诉别人 牵着别人鼻子走 可以这样讲 没有一个人讲的话 是完全都是真实的 也没有一个人讲的话是无时无刻不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少 只不过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太重要了 你看这一次老川普就这么一句话 一个推特造成股市 如此大的这个变化呀 你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不仅仅是政治体制不同啊 这个一个是专制 一个是民主 而且两国家的利益啊 这个一个是在东方 一个在西方啊 一个牵一个地啊 所以说这是矛盾的一个对立统一体啊 双方之间尽管争吵不休还要继续前行啊 这有点像这个我在视频节目当中多次的就肯定过的 也就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啊 我认为最有远见的就汪洋讲的 对啊 夫妻之间争争吵吵 这个打的 这个口炮啊 那么而且要 还要过日子啊 还要洗洗手来啊 过日子啊 所以说我认为 问题不大啊 但是下一步 这一次刘鹤 到了这个美国呀 可能在有些方面 就要进行一些 搅罪过去更大的妥协 这真的是老川普啊 这个 这个秋思不得的 所以说本人认为啊 也不要过于担心啊 我看到网络有很多的消息 甚至有一些 急于这个对中共这个 还有这个成见的一些评论员啊 认为这个美国会 这个不和中国再继续踏下去了啊 因为等待的太久了啊 要通过这个贸易战逼迫啊 中共放弃这个 一党参政啊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 一种良好的阅望啊 因为你看 老川普和这个金正恩谈判的时候 也是这样啊 他也是变来变去 但是他给这个金正恩留一个底牌 就是你的这个统治 这个我们不去干涉啊 那么同样的啊 他也不会就是说 这个用贸易战的方面啊 来逼迫中国 再变革自己的政治体制啊 中国要走向民主化 还要靠中国人民 这个自己的努力啊 靠党内的啊 这个权力斗争啊 这个所以说 有些东西啊 我认为啊 也不要太这个 这个极端啊 太浪漫啊 太这个乐观啊 因为 中国和美国之间 这场贸易战 本人认为啊 在接下来的这个 还要继续进行啊 不会有大的这个改变啊 只不过是双方利益方面 可能此消彼长啊 那么这一会儿 我刚才讲到了啊 这个刘鹤是撞到了南墙 总有回头 这就像我在中美贸易战啊 刚开始的时候就讲过啊 一定要妥协 一定要和美国搞好关系 没有任何的路就可走啊 那么所以说 今天看到这个 5月6日啊 就整个的这个 国内外这种行事啊 也是心里就是无味杂差 中共和美国现在 这个搞这场贸易战 把整个世界的舆论搅得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热烈啊 人民的议论都很多呀 那么关于中美贸易战啊 本人就讲这么多 因为我不是这个中美 这个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啊 那么呢 下一个我想再谈谈啊 这个有关 昨天我在这个 视频节目当中的 也是讲过了啊 讲到什么 中国民营企业的处境问题啊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 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啊 就是什么呢 这个中共在 目前这种政治体制当中啊 由于这个 中美贸易战是包括其中的一个方面啊 更重要是在国内 这个搞了一套 这个倒退到文革的 这些思潮啊 那么就打击了 从进一步的打击了 中国民营企业家信心 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家 遭受了这个 这个类似于啊 当年不起来在重庆那个年代的啊 这个黑打呀 所以说只不过是有一些 有头啊 有些说辞 这个发生了细微的改变啊 现在叫什么 叫这个违章建筑啊 这方面是越搞越烈啊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经济太困难了啊 那么共产党我们知道 他本身这个政党 从一开始的时候啊 就具有这个传统啊 就是打土豪 分铁地啊 不是一个搞法治这么一个政党 那么 所以说他当没有钱的时候 他就会找各种理由啊 去群吞掠夺呀 抢夺啊 这个 巧取豪夺的 这个民营企业的财产的 这一方面的案例都非常非常多啊 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发生在 这个牡丹江的 草原这个世界啊 也是这样 涉及到党内这个地方关于的权斗啊 那就是新上来的权贵 想整肃一切的权贵啊 那么自然然要把以前的牡丹江市委书记 给他这个搞臭啊 要挖出他的问题 那自然然就要寻找和他关系 非常密切的民营企业家呀 恰恰中国又是一个什么呢 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啊 权色交易 无所不在的 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腐败的 这么一个体制啊 所以说一刷一刷 那自然而然这位 曹元这位老板啊 也就变成了这个牺牲品了 牺牲品连带着他搞的这个 这个旅游项目啊 也是灰飞烟灭啊 就非常可惜啊 那同样的又发生在这个 前一段视频当中 我曾经讲到发生在天津的啊 这个李金华这个案件啊 李金元这个案件也是这样啊 他搞的不过是 另一个美目的啊 纪念这个唐太宗的 也就认为他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唐太宗啊 他这搞的华府啊 也是 那么昨天我在视频节目当中 又讲到了河北 邯郸的啊 这个曲州县的啊 发生的这些企业就是通过这个所谓这个民这个违章建筑的拆迁啊 有些多农民这个民营企业家财产的这样案件啊 这些事件对中国这个这个经济整个状况啊 雪上加霜啊 越来越烈啊 这导致什么 导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这个信心啊 这个受到挫败啊 也就是人们纷纷的要逃离啊 进行资金转移潮和这个这个移民潮啊 移民潮这方面我们知道很多 民营企业的老板啊 都跑到海外去了 至少是本人在国内经营啊 也是把小孩啊 以各种理由赶快的这个转移到 这个美国或者加拿大啊 这样的法治啊 民主宪政这样的国家啊 保住自己的这个财产 那么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 以前我在视频节目当中 曾经讲到了 就重庆有一位民营企业家 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 他这个外号叫当地的李嘉诚啊 姓张的啊 这个民营企业家呀 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 都这个变卖啊 转移啊 到了这个英国和这个香港啊 那么呢 清空了自己在这个重庆的啊 这个事业 这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啊 也就是说不跟你玩了啊 我彻底的离开你 到这个其他国家创业 寻找一个对自己的资产啊 孩子下一代安全的国家啊 所以这点真是非常非常 看着手非常非常令人感慨啊 但是中共这种靠介意斗争的手段啊 这个解决问题这个传统啊 始终没有改变啊 只不过到了习近平的时代啊 换了一个说辞啊 过去叫唱红大黑 现在叫这个扫黑除恶啊 这个黑那么指的大部分都是基层的 这个民营企业家和基层的这个官员啊 我们知道基层的官员当然有很多人 他本身来讲的确是有问题啊 那么的确是这个黑社会化 非常的严重啊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什么 基层的民营企业家手里有钱啊 那么总共在维稳的过程当中需要钱 那么现在经济又搞得不好 那再来就要想各种办法啊 找机会能够就是这个多掠夺一些民营企业的财产啊 以从事自己的口袋啊 现在这种情况给我的感觉啊 正在越演越烈的 那么下一步导致了移民潮啊 这个资金转移潮会更加的啊 这个风起云涌啊 那么我们看到网络的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但是呢 这些事情虽然经过了海外的一些流量知的知识分子啊 多次的这个提出批评啊 但是好像并没有引起啊 中共高层的重视 他们不在乎啊 因为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想 党管司法啊 党管这个意识形态 党管一切 党管军队 这个不行就抓人吧 是吧 那么这个根本都不在乎这件事情啊 所以说现在中国整个的局势 内政外交 我相信啊 都在走向这个 这个恶化 并不是一个好的形式 那么当然了 这一次如果和这个美国这种贸易谈判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啊 即使做了一些妥协 也能使中共这种政权在经济方面获得一段时间的勾言参算啊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啊 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否则啊 中共的这个垮台啊 我相信啊 也是有了事件表啊 那么今天 这是今天的多少点评节目啊 主要是谈了一下中美的贸易战啊 那么也谈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啊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我已经在这个视频节目的留言当中啊 仔细的这个查看了所有的这个读者的留言啊 你们的意见啊 不论是表演是批评 我都会虚心接受 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 感谢 你 谢谢大家